妾賊就蹲在門口東張西望 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確認四下無人 他竟然把手伸進縫隙裡 扳開了鎖頭扣環 把門打開了 他大啦啦走進屋子裡 準備來個大搜刮 沒想到屋主就在隔壁的房子裡 從監視器看到妾賊 闖進兒子住的這一棟 報警之後 立刻跟太太趕了過來 堵在門口 準備來個瓮中桌邊 屋主太太拿起棍棒 做事要抓賊 左林右舍聽到消息 也都衝過來幫忙 這個時候園警也火爆到場 沒想到妾賊竟然從後頭溜掉了 原來大膽竊賊賊前一天就來探路了 還把玻璃弄破一個洞 他闖進屋子裡 抱走了屋主父母 留下來的一大桶手花錢 父親去世之後 留下來給小孩子 那時候有一個桶子 一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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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時候我 我沒有辦法不敢那個東西 比對竊賢特徵 發現該名竊賢是轄區冠竊 鄰居守望相助 雖然沒能當場逮到冠竊 但警方已經鎖定他的身份查辦 TVBS新聞季健亨嘉義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